大家看我这两棵茉莉花有很大的区别 这一棵的话猪形比较饱满比较圆润 开花也非常多 这一棵的话猪形就比较凌乱一点 但是开花也是非常多 那么相对来说这一棵会比较好看一点 怎么做到的呢 今天就教大家一招 就是给它用上这种甲派翁 甲派翁它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 它可以抑制植物土长 让它的分支长得更多 我们使用这种甲派翁的话 方法很简单 因为它是独立包装的 它里面有一粒一粒的小胶囊 这种小胶囊我们只需要用一粒 对上500毫升的清水 大概就是一瓶矿碱水左右的量 然后每次修剪完成之后 给它喷洒一次 但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每一个季度 给它用最多两次就可以了 也就是在它开花之前修剪完了 再给它用一粒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这种本甲笔座纸 作为盆栽花卉来使用 是非常好的 它既可以要茉莉花开花多 它又可以保证这个珠形不凌乱 就像这一颗一样 非常的漂亮 这颗没用过的话 就长得比较大 好了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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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